我和老公是大学同学,两人情投一合,很快走到了一起,老公高高瘦瘦的,像貌一般,我长相漂亮,追求我的人多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了老公,可能他跟我的初恋有些相似吧,老公性子慢,说话总是慢吞吞的,跟他在一起,我们俩吵不起来,他喜欢打游戏,但是也不忘记关心我,只要有空我们就一起逛街,看书,有时候坐车去外地旅游下,日子过得也岁月静好,我想一辈子这样在一起,毕业后老公带我回家,我才知道他家虽然是农村, 但是挺有钱的,准婆婆眼睛好像在头顶上,对我不屑一顾,他嫌弃我家是农村的,还有弟弟妹妹,反正没看上我,我也是醉了,老公有个妹妹,他们家是开工厂的,比一般人好些,但也不至于好太多吧,我觉得这样的婆婆太难相处, 有些打退堂鼓,老公呢,却不紧不慢地跟他妈说我的好,婆婆不接受我们,我又放不下这段感情,于是我们依旧在一起,没多久搬到一起住了,反正跟小夫妻一样过起了日子, 老公说婆婆就算不接受我们,她也会偷户口本结婚,我意外怀孕了,婚事不得不提上了日程,公婆答应我们结婚了,婆婆说,结婚先给八万块彩礼,等生下儿子再给房子,先一起住着吧, 婆家是三层小楼,我觉得住一起也没啥,爸妈觉得有些委屈我了,但是我爱老公,能跟他在一起就好了,结婚后,婆婆让我给全家人做饭,洗衣服,还说怀孕后应该多锻炼,这样顺产才会快,我能试睡,有时候早上起步来,婆婆就砸门让我起床,婆家虽然有钱,但很节俭,一顿饭吃一个菜,有时候吃咸菜, 婆婆也不怎么买衣服,因此我买衣服,买零食,买婴儿用品的时候,婆婆看不惯,说我花钱多,小姑子嫁得不算远,她经常骑着电动车回娘家,只要一来婆婆就让我买鸡买肉招待,而小姑子呢,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,还总是看不起我,经常跟婆婆说关于我的坏话,我怀孕后心情不好,心里委屈跟老公说,她呢,总是答应, 但是转头就忘了,要不就说,我妈不容易,妹妹也没有坏心眼,你就多担待下吧,好像全家就我是个坏人,我生下儿子后,婆婆风风光光的白酒席,还送我一套90平的房子,我心想终于可以搬出去住了,几天后,我去看新房子,用钥匙打开门后,我愣住了, 怎么小姑子一家在里面住着,这不是送我的房子吗?原来婆婆说就是送给我们的,房产证写的是小姑子的名字,让我们住一起一起,天啊,这么小的房子两家人要住在一起,这要多拥挤了,我要问下老公的看法,如果她不反对的话,这婚姻就没意义了,大家说呢,情感图片来源于网络,和内容无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